首先我们要先找到一张图片 而且这张图片会随着它的先后顺序 分别加上适当的一个编号 怎么加呢 滑鼠右键插入标号 插入标号之后呢 因为我们习惯在用中文的一个文字呈现 是用图而不是figure 所以建议在这个地方 我们先新增一个altm叫做图 然后点选确定 接下来建议是在这个1的后面加一个点 好像做一个区格 图1的内容是什么呢 就直接打进去 也就是说如果到时候有100张图 100张图全部都要分别去输入它的一个标号 那张图片应该就是说 说明我们有很多的范本可以使用 在这个地方我就输入 ward提供非常大量的范本 然后点选确定 这图片的下面就会多了一个编号 我们再做一次 例如说这张图片 这张图片是讲说新增smartart 所以一样用滑鼠键点它 插入编号 记得我们还是要用图这个标签 所以这个标签这边就不用动了 然后接下来直接在后面去输入 例如说转换成smartart说明 所以直接输入 那稍微注意一下 这样子的一个图片下面放文字 如果说今天这边是第三页 这是第四张图片 那这个图片呢 假如说我先建立好 它会变成图3 好 例如说在这边 我们一样插入标号 它会先暂定是图3 可是呢 我们知道刚刚上面 这张图片上面有一张没住 没关系 等一下我们插进去 这张的图3 就会自动变成图4哦 例如说我现在做给大家看一下 例如在这个地方 我们把这张图片定义为循环图 所以用滑鼠键点选插入标号 这个编号呢 我们加一个点然后输入循环图 然后点选确定 这样我们就产生了一个叫做图3循环图 但我们知道说这张图片的上面呢 有一张图片我并没有标到 然后这个时候呢 我现在才去插入标号 它又会给我们再输一次图3 那刚刚那一张图3呢 就会自动变成图4 我们先把这张图输入完标号 然后再去看结果 所以这张应该是选择适当的SmartArt图形 类别也就是全部的SmartArt 然后点选确定 图3全部的Smart图形 然后接下来刚刚这边图3 现在就会变成图4循环图 那我们来看一下哦 目录这个图目录要放在目录的下面 所以在这个地方 例如说我就直接输入图目录 做法也非常简单 就是参考资料 这个时候请稍微注意一下 不是插入标号 插入标号是针对图片或表格 我们赋予给它一个标号 那现在我们都已经做完了 所以我们要做的就是 插入图表目录 记得这个标题标签 一定要选对 要选到图 然后点选确定 这样它就会把刚刚制作好的 4张图片 形成的一个目录 全部呈现在这个地方 这就是图表目录制作的方式 那表目录就请各位 试着练习动手做做看咯